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主办 北京市09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北京威之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的 《黄天后土·刘若旺》艺术作品展 于12月24日至29日 在北京中国文艺家之家举办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郭运德 中国曲协主席江坤 以及田青、李文如、曹春生、郭先生 郭西敏、雕惠香、曲华江、代志成等出席了展览开幕式 本次展览以《我们的中国梦》《黄天后土》为主题 共展出刘若旺雕塑作品80件、油画作品20件 展览主题概念来源于艺术家的故乡、陕北黄土高原 每一个阶段都是在每一个阶段就是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比如是像某一座作品 它是这个时期我们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要把它给转换成一种艺术的形式去做 所以就像这个《肚肚鸟》是我现在做的最新的一个作品 实际上是对人和整个世界的一种思考 就是说人不断地在向自然去缩取和发展 那么就是但是它会把原本的就是我们人简单的这种 就是说跟动物、跟世界共处的这样的一些环境的破坏 所以就是当时是从这个角度然后来创作的这个作品 雕塑作品大气磅礴,具有强烈震撼力 促使观众由观照而生折思 众多风景油画作品则以丰富的色彩凸显了黄土高原风景的雄浑苍茫 其作品有发端自秦汉的中国文化胆破 更有发端自黄土高原的人类童年的气派 我希望带给观众就是说了解我作为一个个体来说 我我理解的世界和我看到的世界和我我现在就是说 在整个这个大的社会环境或者自然环境和我一个个体的一种感受 那我觉得作品其实它就是就是希望它就是有这样一个 就是给观众看到了就展示一个自己的内心吧 大概是这样啊 刘若旺1977年生于陕北嘉县 2005年毕业于中央美院助教研究生课程班 刘若旺的人民系列 天兵系列 原罪系列 以及发现肚肚鸟等作品 被世界各地收藏家广泛收藏